又來了 這是什麼 本來是接受過的 但是呢 這種東西 我就改良了 用蜂蟲 用不著了 為什麼 它黏得很緊 這個是辣碟板來的 塑膠 辣碟板來的 塑膠 然後呢 我有一塊 黏得很滿滿 黏得好像膏子 這種黏得滿滿的 然後呢 我就撕出來 很難撕很難撕 表面一陣塑膠 你一定要弄出來 背面表面塑膠出來 但是裡面一陣子呢 你沒辦法弄出來的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第一 首先呢 走一天 走一天 將這些 用膚膏也好 用頭髮的膏也好 把它捲好 捲到它 潮濕了 然後呢 刀子就很容易找到 OK 我示範這一點點給你看 你範圍多的 你就用多多 範圍小的 就用少許 不撕了 完全撕了 刀子撕了 因為它很黏得很緊 可能很久了已經 不容易弄出來了 這個保鮮子 用保鮮子 譬如說 不用 不用 剪刀 不需要 算了 我示給你看 你要多少 包多少 然後 捲著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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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 好像空氣 封住它 完全在裡面 潮濕 應該用24小時 比較好一點 比較安全一點 到明天 明天我拿出來 事實上 這種東西很容易拿出來 我試過 拿出來 很容易拿出來 那裡面呢 這種紙 這種紙 捏得很健 所以我沒辦法 我後來就想到 嗯 我用風筒 用風筒 用風筒 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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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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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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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什麽來使它 尤其是弄上一塊霸氣 所以我就想到一樣東西 第一,它別得快 不然練得很正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 我就放一朵爽生粉做好 放一朵爽生粉 然後捉均勻 然後呢,捉均勻了 然後呢,拿一個殘 什麽殘都可以 因為我試過用風筒吹均勻 也吹不到 用什麽方法也用不到 因為我經過一天的時間 已經用這些字 黃流了 但是呢,都是練得很絕 那後來就想等 放一陣爽生粉 爽生粉呢 你一 殘它的時候 它殘生粉滑 不會再捻住的東西 那我繼續這樣殘 殘 因為我剛剛捻下去 如果我經過 這塊板裡面呢 有一種紙,捻得很紙 真的很難弄出來的 所以我就用這個方法 這個比較容易了 因為你一樣 我上次這塊板弄出來的 塑膠呢 很難弄出來的 沒有這麽快的 只不過我經過 我經過一招 示範幾年麵湯 這樣呢 不夠了 OK 你穿的粉就夠了 還拿多一點點粉 主要這個粉呢 令到它 推的時候呢 不會捻住 推它 好想令到它 好想 啊 啊 因為它 推它 很滑 就不會捻住後面 一推過來 它不會捻住 所以 用爽生粉 這樣一點點 推出來 啊 要推啦 要撕啦 就是這樣 自軸這樣 有那個粉 要放 是呀 搓一沙 這樣推 要撕一沙 推推推 推 這樣 嘩 我跟你說 後來當我弄了一塊板 弄出來的時候 嘩 好乾淨 嘩 這塊板 整塊 黏黏黏的 我用風筒吹它 因為吹不到 後來用這個方法 嘩 好美喔 你看 真的很 真的很 當初的時候 黏得很緊 啊 它很難弄出來 所以用了這個方法 就好 剛才 就是了 第一 啊 包紙啦 加這個 啊 一個紙啦 然後 啊 一種 這種 就 那 剛才示範幾個步驟給你看 就是用這個方法 這塊東西 黏得滿滿的東西 狠丁 弄出來 好像我這塊東西 好美美喔 你知道我來做什麼嗎 放齒盆的 放出來 沒有幾個碗碟 放一個齒盆 然後呢 我吃東西的時候 就拿出個齒盆 拿出一邊 然後不用那個齒盆 然後就放在裡面 那我可以最順便 放東西 看起來很方便 不用的時候 使勻的時候 就拿出來 不用的時候 彈出來 你看我good idea 嗯 謝謝你 好的 請訂閱 拜拜